現在我想講一下逾越節 因為如果你看回猶太教或者猶太人的歷法 其實就快接近了 逾越節都要講一點 首先要知道如果我們講到diversity 講到多洋主義 每一個宗教都要知道一點 你未必一定要只信一個教的 甚至你完全不信的 但是你需要知道每一個宗教的一些故事 歷史背景 還有就是要懂得尊重每一個宗教每一個教派 你看余節就是說 如果可能有些人在基督教學校大 天主教學校大 或者小時候回主學的 可能知道如指在舊約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紀念在埃及那十災 十個災 最後一個災 天使就越過那些以色列人的家 而去不殺那些以色列人的長子 就是第一個最大的兒子 而去紀念 剛才說有沒有講到呢 如果沒有講到我再補充一下 比如說 如月節呢 比如說 基督教啊 又或者是 新約聖經呢 的五秦節呢 有很大關 那或者我遲一點點再講 多一點點五秦節呢 那這裡英文呢 是Passover 那如果你真的不太懂得廣東話的 那你可以看回這裡啦 因為我們都要尊重猶太人的 因為這個對於他來的始終是大致的